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镜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印尼的一个重大变革 雅加达正式失去首都地位 转变为特区 而新首都努山塔拉即将崛起 这不仅是印尼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更代表着国家发展的一次重大调整 印尼国会已经通过了继法案 内政部长也表示 尽管雅加达不再是首都 但它依然是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 将持续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新首都努山塔拉的建设 则象征住印尼政府对于平衡发展的沉默 旨在缓解雅加达面临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压力 然而这一变动的背后却隐藏住复杂的挑战 从财政负担到环境影响 迁都将带来何种后果 而对于雅加达的居民而言 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这一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星期二 雅加伴随印尼走过无数风雨的城市 终于卸下首都的重担 国会全体会议上副议长卡迪尔庄严宣布 雅加达的地位不再是首都 而是一个特区 这标志着雅加印尼历史中的新篇章的开启 而新首路姆山塔拉即将接过这个责任重担 成为国家发展新的中心 新华社报道 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 雅加达将在未来几年经历角色的巨大转变 印尼内政部长卡尔纳韦安表示 雅加达将从首都变为特区 然而即便失去了首都的光环 雅加达的经济和文化魅力依旧不减 仍然将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国家的经济心脏和文化灵魂 雅加达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 将继续深远 犹如一颗璀璨的民族 与此同时 鲁山塔拉这个位于东加里曼丹省的未来之城 正在迅速崛起 坐落于北佩纳战巴塞县腹地的鲁山塔拉 周围被郁郁冲冲的森林环抱 仿佛是从大自然中孕育而出的城市 印尼政府计划在2025年初 启动大量公务员的迁移 以助力新首都的繁荣 然而这不仅仅是物理位置的迁移 更是一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布局 鲁山塔拉的建设始于2022年年中 分为五个阶段 计划于2045年全面完工 届时那里将是一个现代化的人口中心 预计将吸引超过200万居民 政府的这一决定 是为了缓解雅加达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 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 更重要的是 它象征着印尼政府对国家平衡发展的承诺 希望通过此举推动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都 曾在2019年首次提出 江首都迁往东加里曼丹的想法 意在减少集中于雅加达的过度负担 雅加达因其地理位置和人头压力 长期以来都面临着沉重的基础设施挑战 将部分行政职能转移到鲁山塔拉 正是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面 为雅加达注入新生力量 有媒体评论 这是印尼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虽然这一决定对许多人来说充满新奇与挑战 但也充满了机遇 鲁山塔拉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城市新建的问题 更是一个国家如何在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找到平衡的探索 正如一位印尼建筑师所言 我们正在建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 而是一个愿景 对于雅加达的居民来说 失去首都的头衔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坏落 相反 这个变化背后是一个机遇 雅加达将更专注于成为一个移居城市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许多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相信这一变革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推动雅加达向更加智能绿色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鲁山塔拉逐渐成为印尼的行政中心 雅加达将继续在其独特的文化和经济领域发光发热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城市的魅力不再仅仅由行政地位定义 而是尤其能为世界提供多少机会和可能性 雅加达无疑为世界展示了一个现代化 充满活力的印尼城市图景 而鲁山塔拉也将续写这一传奇 印度尼西亚正站在城市入口 雅加达将以特区的身份继续丰富其多样的生活 而鲁山塔拉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正如卡尔纳维安所说 尽管今天的决定对雅加达来说是一个极数 这不仅是城市的蜕变 更是城市的蜕变 更是印尼国家发展新篇章的序曲 于是这一个更具创新和活力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印尼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鲁山塔拉 这是一项明智之举 雅加达长期以来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 比如空气污染 交通拥堵和地面沉降 将首都迁至鲁山塔拉 不仅可以缓解这些问题 还能促进印尼的区域均衡发展 历史上有许多国家为了更好的发展和资源分配 选择迁都 比如巴西从里约迁到巴西利亚 这都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 但迁都是相当昂贵而复杂的工程 印尼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和管理挑战 新首都鲁山塔拉位于森林腹地 基础设施尚未完善 建设过程不仅耗资巨大 而且可能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 此外 巴西的例子并不完全成功 巴西利亚作为新首都 虽然现代化 但并未解决全国性的不平等问题 迁都也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亚加达的现有问题 当然 迁都是复杂的 但这也是长久以来的必要举措 亚加达每年沉降几厘米 甚至有专家预测 其部分地区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淹没于海中 迁都到鲁山塔拉可以避免未来可能的灾难性影响 同时这一举措能够带动东加里曼丹省的发展 平衡印尼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我们不能忽视迁都对当地环境的潜在破坏 鲁山塔拉所在的加里曼丹省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之一 大规模城市建设 可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此外 将近二百万人的搬迁 对社会结构也会造成很大冲击 可能导致文化和社会的不稳定性 迁都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 也必须考虑到人文和环境的影响 考虑到环境问题 印尼政府显然需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正如他们承诺的绿色城市规划 利用先进技术和环保建筑材料 可以在减少对生态破坏的情况下进行建设 此外 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 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推动经济发展 迁都计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投资者的兴趣 正是因为它潜在的增长机会和创新模式 即便如此 许多政府的承诺往往流于形势 实际执行时 往往会被经济考量压倒 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生态和社会负面影响往往被忽视 此外 迁都过程中的土地纠纷 资源分配 不均等问题 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全球有太多失败的先例提醒我们 迁都不应只看眼前利益 更应考虑长远的社会和环境后果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此次辩论中展现了各自的观点 无论是在一多的必要性 还是潜在的挑战上 两人的论点都引人深思 但同时也暴露出 他们各自立场的局限性 楚天书主张将印尼的首都 从雅加达迁至努山塔拉 是一项明智的决策 强调了雅加达存在的环境问题 如空气污染和地面沉降 并引用巴西的成功迁都例子 以支持自己的立场 然而 他的论点过于偏向于 短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考量 对于千都可能引发的 社会和生态问题轻描淡写 相对于他所谓的新活力 迁都的背后却 可能隐藏着更深的社会 不安与环境危机 这是他未能深入探讨的部分 谢奇奇则从财政负担 和环境影响的角度出发 质疑千都的可行性 他强调 新首都的建设将 可能导致生态破坏 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并对楚天书提到的巴西利亚 提出了反例 指出即便是成功的千都案例 也无法保证 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 然而 谢奇奇在反对意见上 未能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 显得有些消极 对于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他似乎缺乏具体的解决策略 总结来看 两位变手的观点各有千秋 但都未能深入探讨千都的复杂性 楚天书偏重于理想化的愿景 而谢奇奇则过于悲观 缺乏对未来可能性和解决方案的探索 班前首都这一题 不仅是经济或环境的选择 更是对整体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考量 在未来的讨论中 期待两位能够更加综合地分析问题 并提出更具建设性的见解 以促进一场更深刻的对话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来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5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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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